在我们REAT第三课核心课程里面的第四部分状态提升里面 我们要提出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然后解决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就能够开发一个完整的应用程序了 这个问题叫做状态提升 我们以一个小小demo来引出这个问题 这个demo是一个更改主题式的demo 那比如说现在我们的app有三个组件 一个app,一个title,一个button 三个组件 现在我想实现效果是这样的 当我在button里面挂一个onclick实现 点击的时候改变整体的包括title 也包括自己的两个的一个主题颜色 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呢 在我们每个组件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修改这个setState去修改状态 改变自己的状态 但是怎么去修改别的组件的状态呢 这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是要经常做这样的事情的 一个组件改变了 同时需要改变另外一个组件状态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现在我们重新运行一个新的react app 去讲解这个demo 我们打开vscode 然后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demo create react app demo2 创建完之后 咱们运行一下命令cd demo2 yn start 开始运行demo2这个例子 然后现在我们在这里讲这个例子的时候 首先我们把这个app.js里面的内容都删除掉 就是里面的jsx都删除掉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除了app之外 咱们还有两个两个组件 一个呢叫做button button的作用就是去提供一个按钮 用于修改这个主题色 咱们先把这个稍微写一下 return lander函数 然后呢 return div 对吧 然后呢里面装了两个button 这个按钮呢 负责把这个主题色变为红色 然后呢另外一个按钮负责把主题色变为绿色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是title这个组件 对吧 class title instance components 然后呢它比较简单一点 对吧 它就是会根据简单的渲染一个标题 return h2 h2标签 标题 然后现在呢我们在app里面 ok 引入一下这个组件 写个小点的对吧 对吧 这app 然后呢引入了一个title 这个组件 然后再接下来引入button组件 然后呢现在我们保存来运行一下 我们现在要做例子什么呢 现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对吧 就是我们的这个由三部分组成 就是一个app整体的一个容器 包含了一个title 一个button 那么我们同样呢可以在这个return 调试台里面去看看这个效果 选择liate 可以看到app是整体的容器 然后div里面包含了一个h5的大标题 然后呢有个title组件 有个button组件 那么我们如果想更改button 这两个按钮来改变自己的主题 设施很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 constructor propos 一定要实现继承对吧 官方推荐的写法 咱们就按它的写 super propos 好 this.states 比如说我们设置一个主题 dem color 等于目前咱们默认了是没有颜色 在这里点击按钮之后改变主题色 怎么去改变呢 挂一个onclick事件 但onclick事件需要怎么样 需要咱们有个回答函数处理 对吧 handle click吧 简单一点 click干嘛呢 根据你的按钮去改变我的这个主题的颜色 onclick等于什么 我们在里面运行一段jsx代码 es6的箭头函数 this.handle click 传进去一个参数red 我们点击按钮 给你传个红色 你帮我根据这个传过去的参数 设置这个主题色 好 绿色也是一样的 onclick green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就能获取到这个color了 咱们先不着急 先concel log一下color 看能不能获取到 ok打开concel 红色绿色 红色绿色 能获取到 对吧 然后呢 在点击之后 咱们就可以调用setState的方法了 调用setState 把这个主题色 改为这个新的颜色 color 然后这个setState会引起这个render重新渲染 然后呢 我们整体的颜色 都根据这个主题色来渲染 就是说我们的style 等于color 我们先把这个保存下来吧 主题色 等于this.state.damncolor 对吧 然后呢 在这里复制一下 那么现在呢 我们很容易去理解这一点 对吧 就是我们有个button呢 有个状态 叫做主题色 主题色对吧 render里面的这个 jsx呢 里面的color css属性 是根据这个状态里面的damecolor来设置的 然后我们另外在这个unclick里面挂了一个事件 当我们点击的时候 怎么办呢 要用this.handleclick 然后呢 给它传递不一样的这个颜色 然后呢 导致它去运行这个setState这个函数 然后运行setState之后 又重新渲染 达到一个改变主题色一个目的 点击一下看 红色 绿色 这里 我们应该就是把它写到这个button里面 对吧 button里面 style 等于color damecolor 不是粘贴一下 给这个按钮一个样式 点击红色 整体会变为红色 点击绿色 按钮呢 都会变为绿色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难度 对吧 跟咱们之前写的点赞按钮的例子差不多 可能稍微复杂点 但问题来了 我们现在改变的是整体的主题颜色 就是说咱们想整个APP的颜色全都改变 尤其是 比如说我想点红色 这标题变为红色 点击绿色 标题变为绿色 怎么做呢 咱们能修改自己的状态 但我们能修改别人的状态吗 好像是不行 那怎么办呢 就引出了咱们这节课的一个问题 就是状态提升的一个问题 状态提升的问题是这样的 每个组件维护自己的state 但是呢 是没办法去修改别的组件的state的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例子来说 我们有APP 对吧 它是没有state的 title呢 它可能有state button呢 它有state 但是button它挂了onclick事件 是没有办法修改title的state 所以在这里又遇到一个问题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OK 这就是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解决 叫状态提升 什么叫状态提升呢 我们看这个例子 状态提升的概念是 将组件的状态提升到 共同的副组件中 然后组件共享副组件的状态 比如说我们刚才的title和button 它们都有一个damp color 但刚才我没有写这个title的damp color 对吧 它们都有一个相同的 要根据这个主题色 来改变自己的颜色的这么一个功能 就是它们必须都有一个这样的状态 那为了能够让我们button点击之后 改变整体的一个颜色 我们需要把这个damp color怎么办呢 都提取出来 提取到它们的一个副组件 app里面去 然后app再根据这propos 下发到每个组件里面 那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事情 首先第一步啊 假设咱们这里也是有state的 当然这里因为刚才没有必要 就没有写 super OK this.state 等于damp color 等于空 就每个人呢 都有自己的这个主题颜色 这么一个属性 OK 接下来我们button的这部分 这个state提升到app里面去 OK 那么这个title的这个state呢 也提升到app里面去 那么现在我们在app里面 constructorpropos super propos 然后怎么办呢 this.state 对吧 在这里去出使话 就是把它提取出来 做了一个提升 然后比如说我们先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装在提升的app之后 怎么下发到这两个主件里面呢 就得靠我们一个东西了 这个东西叫做 主件之间的参数传递的propos OK 怎么传呢 damp color为 this.state damp color 我们同样把它传递给button 我们传递这部分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怎么去获取呢 获取应该在哪里 我们的button呢 就不需要维护自己的state了 因为它的state是哪来的 它不需要state了 它只需要继承app 传递给它的state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里我们改一下 这里我们是根据state获取的 我们换一下 换成在propos里面去获取 同样 在这里呢 我们也不需要去维护自己的state了 我们共享了 所以说我们const damp color 等于this.propos.damp color 肯定会被传递的 OK 我们看看这样好不好是 我们给它也设置一个style 等于color damp color 就是它也是根据这个propos 传递过来的这个主题色 来渲染自己的颜色 现在我们稍微做点改变 或者说我们看一下这个react 这个调试程序里面的结构 app对吧 是整体的一个容器 然后它会传递title一个属性 当然因为我们app里面写的是空 所以这里传递的还是一个空的一个字符传 没有传递任何属性 同样在button里面也没有传递任何属性 所以说导致了最后在这个button这个组件里面的按钮里面的color也是空 现在我们稍微改一下在app里面把这个颜色改变为红色 可以看到整体都共享了这么一个主题色 因为它是在app里面经营就是我们把这个状态稍微提升了一下 ok我们可以说小点看看app有个状态叫red 然后我们看看title title的没有状态了 它有个propos对吧 就是继承自这个app的app给它的一个参数 它就不用维护自己的状态了 都在统一在app里面维护 咱们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就是状态做了一个提升 这其实不难 但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做这个按钮点击切换颜色呢 还能够做吗 好像做不了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button在点击的时候只能改变自己的state 对吧 调用了handle click handle click调用它自己的setstate 改变了仍然是自己的这个组件状态 为什么点了没有效果呢 因为我们这个state啊 它虽然改变了 但是我们这也是根据propos来渲染的 对吧 propos来渲染的 所以说state你再变也没有用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点击能够改变app的 就是我们希望的效果是这样啊 我们点击button里面的组件 去改变app的一个状态 然后app又经过propos 去把这个状态下沉到其他组件里面去 ok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状态提升咱们搞定了 就先把状态提升过来 提升到他们共同的一个复节点里面 然后用propos向下传递 解决这个点击问题的方式呢 叫方法下放 方法下放的意思就很简单 将副组件的函数传递给几组件 比如说我们在app这个组件里面 定义了一个handle click方法 handle click方法它主要就是 在里面调用了set state 它是改变了app的state 然后我们把这个方法传递给button 然后呢button组件可以在这里接收 对吧 在propos里面去接收这个参数 ok当然这里我的app做错了一点点 不要关心这些细节 反正大家先明白这个意思 我们把这个app组件的方法 通过propos传递给直组件 让直组件可以怎么样 可以调用这个方法 它点击的时候实际上调用是这个 然后呢就改变了app的state方法的一个下放 那我们接下来来试一下 这个handle click方法就不需要了 因为我们不在button里面维护自己的状态 对吧 它都是共享状态的 好 我们回到app里面设计一个方法 handle click 接收一个颜色作为参数 然后呢 this.set state set state干嘛呢 就是这个damp color为color ok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们把这个方法下放到这个button这个组件里面去 怎么下放呢 handle click等于记得一定要用这个es6的一个箭头函数去保留这个作用域 handle click 这个方法啊 我们下放到这个button里面了 然后呢 我们在button里面去获取一下 怎么去获取呢 在这里啊 就不用this.handle click 而是什么 this.propos.handle click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方法是来自于propos这里的 ok我们看看两者的一个联系 我们把这个进行一个分屏 ok这是同一段代码 分开两个屏幕 左边这个是app的代码 右边是这个button的代码 我们这个app有一个handle click这个方法 然后handle click这个方法 会被作为一个属性传递给button 在这里 会传递给这个button 然后我们把它接收的时候 就通过propos来接收这个方法 然后呢 在里面传递不同的参数 我们调用this.propos的时候 意思呢 就是调用app的handle click 因为它是在app传过来的 咱们看看这样好不好使 点击红色 点击绿色 好像好使了 但是又好像存在一些小问题 我们看看问题在哪 我们现在点击了这个颜色之后啊 发现它没有变色 我们肯定想是这个app里面 接收这个color的参数出了问题 我们来console log color ok 重新运行 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 点击之后 接收到的color参数为undefine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里 这个handle click方法下放的时候 是作为一整个函数去下放的 就说我们把这个记一下 我们在这里handle click里面 是一整个函数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 我们在这里又调用了一次 就是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层的嵌套 this.propos handle click 实际上是调用了什么 调用了我们在前面定义的 this 这是app里面 ok this.handle handle click 这里才是app的handle click方法对吧 我们调用这个this.propos的时候传递了一个参数给它 给这一个函数 但这个函数没有任何的接收 没有接收这个参数 所以说导致了这个color为undefine 那我们要接收呢 可以在这里 对吧 在形象里面接收 然后传递给这个app的handle click里面 然后传递到这个app的handle click里面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好我们再接受一下color 然后呢再传递给这个handle click的color 然后现在呢我们点击红色绿色红色绿色就可以通过这个方法下放解决这个状态提升引起的一个问题 好我们把整体的思路再稍微捋一下 因为我们一开始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一开始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每个组件都只能维护自己的状态不能改变别的组件的状态 比如说我们想点击这个按钮去改变整体的一个主题色 就是button的颜色改变 title的颜色也改变 但后来发现做不到 因为每个组件都是相对独立的 他们都是在维护自己的状态 那为了解决这一点 我们引入一个概念叫做状态提升 状态提升的概念就是把他们共有的一个状态提升到他们最近的一个副组件里面去 对吧 然后由副组件去维护 然后经过propos去下发到别的组件里面 然后下发的时候又遇到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怎么这个直组件去改变副组件的一个状态呢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状态放到app里面了 那我们怎么通过button里面的一个按钮的一个click方法 这click去改变app的state呢 答案是把app的里面的一个修改的函数 一个handle click handle 把这个handle函数下发给这个button 通过什么呢 通过propos传递给他 OK 这是解决方案 但细节上还是有一点小问题 比如在这里我们做了过多的嵌套 对吧 做了很多很多的嵌套 导致这个代码呢 就是稍微会复杂点 那我们看一下这嵌套的原因呢 我们再分析一波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这里把handle click 传递给这个button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是给他传递了一整个函数 一整个函数 就这个函数结构是这样的 f5 接受一个参数 然后呢在里面调用另外一个函数 第四点handle click 对吧 然后呢这个第四点handle click 才是我们的app里面的这个方法 但是呢我们把一整个函数传过去 因为我们要保留这个this的一个作用率 现在我们传递过去了 就我们把一整个函数传过去了 那我们在这里接收的时候 什么时候运行呢 我们在unclick的时候 在这button里面 unclick的时候调用了一个函数 ok调用了一个函数 假设我用个花括来表示 ok调用个函数 这个函数会调用this.propos.handle click 我说了刚才我们把什么传过来了 这个handle click是我们传递的一整个函数 就里面呢它是另外一个函数 里面调用了this.handle click 对吧它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这个handle click是app组件的方法 然后呢我们把整个函数传递过来了 我们把整个函数传递过来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点击的时候 调用了这个this.propos.handle click 然后传进去一个green方法 实际上是调用了什么呢 是不是调用了这个绿色的 包括这个函数 然后给它传递了 对整个整体传递了一个color为 比如说red 然后你既然调用了一个函数 并且向它传来参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 理应有一个东西来接收它 比如说我们叫做e 接收之后 要把它传递给app的这个handle click 所以呢这个e应该来到这个handle click的一个形参里面 一个实际参数里面 对吧 这个传递的过程有点复杂 因为呢我们在不断的反复的使用这个es6的语法 去做这个事情 那如果我们换一个不用这个见头函数的方式 就用一个绑定this作用域的方式来写的话 可能会简单点 因为那种方式 它的参数是隐性传递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없습니다 cb赞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呀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